你们要把它记下来 等会计啊 考试啊 讨论啊 有什么打分的手术 你们要注意的 你们不记下来 你们就失去机会了 每一个族啊 族长 你们注意一下 自己的主人有没有在再给记啊 如果他不记 说明他没有在听 如果他没有听 等会发现的时候 他讲不出来什么 每一个族长你们注意一下 这个主人有没有把这个事情记下来啊 这个很重要的 耶稣是我们的什么 蛤 贵宾 对啊 大家知道是贵宾嘛 你不是把耶稣 耶稣请你来 然后把他请到 哪里啊 厨房 把他请到 哪里啊 角落 不是 耶稣住在哪里 刚才我们看过的那个 加拿喜宴的 耶稣住在哪里 中间 是我们贵宾 今天的各位很重要 有耶稣这个贵宾在他的家 喜宴的里面 所以爱此这个希望才不至于怎么样 信什么 我不知道 各位年轻的弟弟妹妹们 各位长辈 各位同工们 各位弟兄姐妹们 在你人生的里面 耶稣的位置在哪里 在你每个一天的生活当中 耶稣有没有被你请去 住在贵宾里面 你不知道耶稣到底是哪里 在我们生活当中 我们常常发现 很多人可能会屈膝 这个时代是个亲人屈膝的时代 常常有很多的孩子去读书的时候 在学校里发生的事情 爸爸妈妈怎么样 屈膝 有的父亲屈膝 很可疑 像我这样的人 我尽自己的力量去做 当时还不够 我的孩子 有的时候 学校里有节目 要邀请我 有一次我的女儿邀请我说 爸爸我今天有一个上女 或者是我今天有一个表演 我请你去好吗 当时怎么样 因为我有很多工作 以至于我在他人生最重要的时候 我屈膝 亲爱的弟兄姊妹 在这个世界上 在这个时代当中 在我们人生的里面 我们发现 这是个亲人屈膝的时代 常常有许多人 屈膝成绩不好 父母屈膝 父亲跟母亲不知道 我自己孩子 到底今天在学校里 学了什么 因为孩子就回家 就要砍电视 就要玩游戏 因为父母工作很忙 以至于 这个孩子有没有做好作业 读好书 到底考试考几分 不知道 每一次在晚餐的时候 孩子孤零零的 拿着一盘的面 放在堆布鲁里 一大 然后拿出来吃 好了 晚餐的柱子上 没有父母的影子 很多的时候 在这个世界上 当我们身边的时候 当我们需要人 安慰我们的时候 当我们遭遇到 别人误会 欺负 毁败的时候 找不到一个清楚的人 这是一个父母屈膝的事 这是一个亲人屈膝的事 但是我们要知道 耶稣基督 这位上帝的儿子 祂抱着那儿子 来到世界上 在加拿洗凌的那一天 祂也被请去复习 因此在这个心囊 遭遇到 生命当中 一个很大危机的时候 以及这个危机 能够怎么样 被摆平 我不知道 在我们当中 有多少的人 他心中 找不到 一个位置 让耶稣在他的生命当中 来引导他 怎么样 把人生这个喜剧也好 亲爱的各位 耶稣如果那一天 没有人请去复习 加拿 这个加利的小乡村 就不会被记载圣经的人 加拿 加利的小乡村 只属于这么有名 及青年来 被人怎么样 知道 被人传颂 是因为 那天 谁在那里 耶稣 耶稣 耶稣和他的能够 也被请去复习 在那个喜悦的里面 在那个酒喜的里面 在那个婚姻的里面 因为耶稣的存在 耶稣的在那里 以至于这个 加拿行李这个故事 这个神迹 就在那里发生 加拿这个乡村 有什么 有什么 值得我们 去生下 去有病 不是 不是那里 有一个人结婚 在两千年前 在加拿 有个人结婚 跟我们没关系 但是今天 为什么跟我们有关系呢 是因为什么 耶稣 也被 求聚 亲爱的弟兄姊妹 今天我跟你 有什么关系 你们刚才说 在这里认识你已经好 有什么好 我们之间有什么关系 如果耶稣 没有在你的生命当中 与你有关系 有一席之地 为耶稣 为耶稣 保留 在我的生命当中 有耶稣 在那里 所以我们就有关系 如果耶稣 没有在你的生命当中 你跟上帝没有关系 你跟我没有关系 我跟他没有关系 我们都是没有关系 我不知道你 我不认识你 但是今天 当一个人 在耶稣里 请到他的生命当中 请到他 人生的里面来 以至于我们 跟上帝有关系 以至于我 跟你有关系 耶稣是我们 生命的贵笔 我不知道你 准备好了 没有 在人生道路里 你准备 邀请耶稣基督 到我们的生命当中 亲爱的各位 很重要 耶稣 不仅仅是我们 生命的贵笔 而且呢 耶稣还是什么 主角 也就是 Protagonist 大力不好 情缘的 Protagonist 耶稣才是 主角 我们有没有发现 在很多时候 我去看看 那个 变成的时候发现 到底这个 后面的主角是谁 你知道吗 结婚的时候 那个 本来我们 平时去看电影 那个 结婚 那个 最荣重 最动人 最激的 人心的 二个时刻 是什么时候呢 就是新郎 站在那个 教堂的里面 那个新娘的 父亲 往着新娘的 手 穿着那个 白裙 然后走到那个 红地毯 那个是不是 最激动人心的 那个亮点 是放在 那个新娘的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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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有没有看过 这类的 那个 影视 这类的 场面 但是 你们有没有发现 我们刚才是读过的 约翰福音 第二章 一到十一节 你有没有 基本上的新娘 新娘有没有出现啊 没有啊 那这是什么婚姻 新娘出现是什么 仅仅一次 两次 新娘那个 也没有 好像 新娘就是出现一次 我们看圣经 第一节 第三个在加利利的 加拿有 取亲的耶稣 耶稣的母亲也被请去 就是耶稣被请去 母亲被请去 门都被请去 新娘现在都没有讲 新娘在什么时候出现啊 我们看 第九节 约翰福音 要等你们圣经要 关开啊 圣经要注意啊 我们 我随时就大家要看圣经的 我们今天是来 看神的话语 我们一起要想神的话语 神的话很宝贵 不是我讲的怎么样 我讲的很烂 你们知道吗 我的领讲技术很差 你如果要听领讲技术啊 我说你们回去看那个中央事态 把你加讲它 不要来听我的 因为我的领讲技术真的很差 但是呢 我在这里讲什么 讲神的话语 我希望你们要看神的话语 要听神的话语 要思想神的话语 并且遵循神的话语 这是我们基督徒 不论你是大人 小孩老人 我们每个人要做的事情 所以我们来看第二章 第九节怎么说 广映西的才能耳水 并不知道是哪里来的 只有摇水的用人知道 广映西的病叫谁来的 新浪 所以新浪出现 新浪在这个婚姻当中出现几次啊 移植 新浪呢 新浪呢 没有东西 那为什么这个婚姻到底 他记得在圣经的里面啊 你知道吗 这个世界上这么多的人结婚啊 都没有被记在圣经里面 我也没以为 你爸爸妈妈结婚的时候 有没有记在圣经里面啊 也没有啊 很多的皇帝结婚也没有记在圣经里面 加拿这个小乡村的 一个不普通通的人 他结婚没有记在圣经里面 为什么 是为了什么 因为耶稣在那里 行了 第几件的圣经啊 第一件 对吧 亲爱的弟兄姊妹们 这非常重的 这一个喜悦 是为谁欲美的 耶稣洗神机欲美 为什么这是为心呢 为心呢 因为真正的 这个神经的主角是谁啊 耶稣基督 他是 我们人生的主角 不是我们 很重要 如果我们误会了 因为我是生命的主角 我是这个戏剧的主角 我们常常走出了方向 我们误会 我们今天 每个弟兄姊妹活着 我们是佩智 大家真正把这个戏 演好的来自耶稣基督 所以我们人活着 有一个目的是什么 你们知道吗 我们每个人活在这个世界上 有一个目的是什么吗 是为了所要的 如果我们没有达到这个目的 那是什么 那就是罪 所以在罗马书第三章二十三文节怎么说呢 世人都放了罪 亏据了神的主要 我们如果每一天的生活当中 没有所要上帝 没有达到这个目的 我们就是犯罪 就是 佩智 就差一点点 哎呀 很可惜 佩智 没有佩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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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亲爱的各位 在我们人生的理念 耶稣不仅仅是我们生命的贵笔 祂是我们真正人生的主角 因为我们一切地活着的异地 今天我们去读书 我们去学校的读书是为了谁啊 亲爱的各位 我们为什么要去读书啊 你们知道你们为什么要去读书吗 是不是你爸爸妈妈叫你去读书 你才不得意去读书啊 还是说 哎呀 我去读书 因为同名的人都去读书嘛 我也去读书嘛 我出论了 对 其中有一个 有一个人讲的 出论了 其实都不是 如果你的读书是为了 出论了 如果你的读书是因为你没事情干 或者是你读书 为了你父母让你去读 还把目的都错了 都没干 真可惜 真正我们人生活着 我们为什么要去读书 那是因为了 所要上帝 因为上帝是一切知识的开端 真正告诉我们 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 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 今天读书是为了所要上帝 敬畏耶和华 敬畏耶和华 这个呢 就是哈利路加 如果不是这个东西 你说 哎呀我们中国人 华侨在这里很酷啊 我们语言又不懂 我们风俗习况又不通 我们跟正在那里很格格不入 我们自己常常被老外欺负 所以呢 我历次我要做一个派遣师 或者有个派遣师 我历次我要把书读好 成为一个律师 将来逃为我们中国人的方式 这个心意真的很好 但是呢 还是不敢 真可惜 没有为了总要死 我们整活在这个世界上 所有的一切 真正的意义是为了什么 总要死 我们的那个中心 那个Protagonista 那个主角是这样的 上帝 我们所有的活动 是围着这个重心的 今天我去读书也是一样 今天我吃饭呢 我喝水呢 就是一样 所以在圣经告诉我们 你们无论是吃饭 都是为了怎么样 总要死 今天你不要说 我喜欢吃冰淇淋 所以呢 我就听 虽然脸下二十度 我要吃冰淇淋 吃完以后呢 感冒了 那怎么办呢 哦 上帝啊 上帝啊 救救我 我很难过啊 你连为我 亲爱的弟兄弟 今天我们 无论是吃是喝 今天帮帮你 哪有戏 你要把定牢 你如果不是为了荣耀事 你都是怎么样 各位弟兄弟兄弟 耶稣才是主角 没有这个主角 你说一个电影里面 一个戏剧的人 他没有主角 这个戏怎么样 他就成不了下 他就成不了下 嘛 毫无目标 各唱 各的调 所以 到底心啊是主角呢 还是耶稣是主角 我们今天在哪里 不能实现 耶稣不仅仅是我们 人生的主角 他还是什么 老人 天呸多 或者是黑鸡啊 亲爱的理许之后 我们这个人生 我们常常说我要做什么 在我年轻的时候 我想 我的梦想要成为这个 一个老师 我要去 学校里面教老师 因为老师很怎么样 很厉害 我小时候在学校读书的时候 曾经有一次啊 一个语文老师 是我的帮主任 他 要我们每个东西写 一篇光与老师的作文 然后呢 我取了一个题 叫圆钉 然后呢 我写的是马油诗 我说老师这个圆钉 怎么又怎么样 后来对老师 披了一种 帮我挖哭了 所以我彼此以后 我要做老师 我要做老师 我比这个老师要好 亲爱的理许之后 那是 我们要来主宰我们的事 我要做什么 我怎么要来做什么 很多的时候 我们不知道 其实 我们人生的道路 我们将来要怎么走 那个方向在哪里啊 这个信 这句戏的整个人生的戏剧啊 掌握在水的时候 有的时候我想不到 在我二十多生的时候 居然上去帮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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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帮她 包括我的親戚,我的朋友,從哪裡要談論的? 我不要把胖罩帶過來 好,我去拿來 不行 我居然在我想不到的時候,我會帶給我到你來 我來哪裡做什麼? 像你來過來 跟著我想不到的時候 像我這樣一個無能,一個爽數 一個背景,身高一米六 肚子肥肥 然後呢,文化水平低低 鼻子大,眼睛小小 書法粗鼠 他這樣一個人,上帝居然讓我來服侍他 在這裡我相信,比我有智慧的恩怨 比我姿勢高得很笨 比我有才華 比我充補 比我身高很 我相信你們不比我高 因為現在你們還正在發育氣 我盼望我的兒子裡面不能夠超股 你們比我們更漂亮 現在那些人不漂亮的他就去怎麼樣 美容還有人做plastica 把鼻子做一做 把鼻子做一做 把鼻子做大一點 這樣做起來更漂亮 但是我們要知道 我們人生這個戲 我們要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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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誰是我們的導演 真正在加拿行業當中 誰在做事情 誰在主堡這個戲劇 我們看見 從耶穌的情緒複習 一直到耶穌把水變成酒 是誰在那裡主堡 是誰在那裡主堡 耶穌基督 耶穌是我們生命的保育 各位弟兄姊妹 你有沒有想過 耶穌是我們生命的貴賓 耶穌也是我們生命的主角 他也是我們生命的保育 所以在我們的人生當中 我們的親人可能會缺席 有一天父母可能不在你身邊 父母他有事 有一天你的兄弟子 你可能不在你身邊 因為兄弟子他有自己的人生 有一天你居家好的朋友 他要離開你 有一天就是 你愛的不代表這種 他有可能要離開你 但是有一個 他永遠不會離開你 那是 就是這個 為我們道主肉身來掉世界上 為我們生活了三四三年 為我們的罪備 釘在十字架上 為我們十二五佛還要再來的耶穌基督 他兵許哥們與我們永遠同在 他是我們人生的導演主角和會員 親愛的弟兄姊妹們 此時此刻 我們今天來到這個頂會的當中 我不知道 在你的人生當中 常常會不會體會到 這種缺席的痛苦 當你久遠近來的時候 你找不到一個人的幫助 當你覺得很痛苦的時候 沒有人可以了解你 但是今天我在這裡 告訴我親愛的弟弟妹們 耶穌基督他是我們生命的貴女 是我們生命的主角 是我們生命的導演 如果是他可以 你要不要把你自己 生命當中心靈裡面 有一個位子 讓耶穌坐在你 親愛的各位 如果有這樣的人 不要實行 我們請敬拜堂的 我們一起上來 我們來看這首詩歌 主我要請 讓我們 在此時此刻 在留學的弟弟弟 一聽 把我們的心靈預備好 當你親人屈息的時候 當你朋友屈息的時候 當你父母屈息的時候 有耶穌在你那裡陪伴 讓耶穌在你生命當中 帶領 引導 陪伴 主我要請 我們每個人 一上來談笑 我們一起來思想 謝謝